就是說這一個呼吸上會好一點 可是並沒有解決他的病症 那講回來就是說 當時是開刀 在台中種種是解決他呼吸中止症的問題 對 現在聽說呼吸晚上不會中止 打呼籽以前會中止 現在不會 那就是說馬英九似乎還想要再把 陳水扁這個問題 當作一個就是說 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他事實上是很接觸把他關在中榮 那個不是真正所謂的裴德醫院 中間 那個是中間 台中監獄 事實上變成三不管 其實台中榮總也沒有在那邊 有真正對他完整的照顧 不然的話 他的情況也不會這個樣子 台中監獄事實上沒有那樣的一個設備 所以變成卡在那邊也不能夠 為什麼如果能夠到台中 不讓他去高雄的 也許就是高雄監獄 還有包括整個醫療的一個水準 還有他家人也比較盡好照顧 那也不是讓他回到台北的籠種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在那邊畫了一塊 有一點是就扮軟禁的性質 那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除了從醫療跟司法的角度去看 我是覺得從台灣的整個民主政治的發展 如果一個總統我們現在他的很多的案情 慢慢的釐清之後 跟大家本來原來的想像是很大的差別的時候 不能夠再有一次徹底的 對這樣的一個就是總統能不能保外就醫 能夠做一個朝野真正坐下來好好的談 共同來面對 那台灣的民主就永遠停留在這種願 除了我們一直在強的各種民怨之外 其實這一種就是說 就是說大家很多人會覺得說清算 這個如果繼續下去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多人在想說 那你馬總統既然你當總統 很多官司也在 那馬總統會不會因為要保護自己 而做出了一些跟對民主更有傷害的事情 這個其實都是從長期來講 是對台灣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是 就大家在整個朝野 面對這麼多的一個民怨的時候 是時候了 已經將近六年的時間 應該重新來面對就是阿扁 現在就是這一個保外就醫 或者是他那些司法的案件 能不能重新再把它釐清 之後給社會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結論 徐老師 我想請教 其實從社會正義大方向 一直到司法正義 我們看到其實是一個在野黨 民進黨的角色問題 剛剛其實郭醫師已經特別提到了 你從一個司法正義來講 其實連政治迫害 民進黨內部 包括很多天王天后都不敢講 徐老師 對 其實我們討論很多問題 我們都在罵國民黨 我們都在批評馬英九 其實我們隱約心裡都有這種感覺 其實這裡面民進黨有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裡面 所以我只是覺得阿扁這個議題 不要因為說這個最近並不是成為一個政治上熱的議題 大家就不去關心他 因為我覺得在過年的時候我們討論這議題是特別有意義 就是說我想台灣人其實對阿扁其實有滿深的印象 記憶跟感情在那 剛才聽郭醫師講 又聽柯醫師這樣講 我的感觸真的覺得說 難道他所受到的懲罰不夠嗎 難道現在真的只是在談司法正義的問題 沒有這個政治的計算在裡面 而我覺得政治計算不只是馬英九的計算在裡面 我覺得民黨其實也應該好好想要來處理這個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 我常常常聽到對柯醫師的批評就是 他沒有經驗 對不對 他沒有團隊 對不對 他選上台北市長以後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 我常常就用阿扁的例子來反駁 阿扁那時候崛起的時候 不是所有的批評都是這個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阿扁那時候在台北市做的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我們這個就不用再談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今天在過年這段時間我們來談這個問題 我覺得至少證明一點 我們台灣人其實還是會覺得 就算我們是很團圓順利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這個社會正義 尤其在政治上的正義必須被記得 來 定宇 我曾也在這邊 大概也是引用過醫師他們一些數據 我覺得陳水扁總統 他身體的狀況是科學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這所有的科學問題都導出一個答案就是 在健康上他應該要回家 這條命的狀況才能穩定 還不是救回來 你知道顏清彪陸間服刑 第一件事情就先送去裴德醫院 接下來他就去外醫間了 現在準備要出來了 我不是要去比較這個東西 就單純看待一個人 就把他當作一個人在看 他到這個狀況 任何人不用特權 早就把外就醫了 可是因為他叫陳水扁 所以在北隆明明做出了很明確 應該居家照顧 馬來就沒有什麼理由 就把他從北隆移到台中監獄 不是中隆 從北隆移到台中監獄 所以呼吸中止症的治療 也間斷了八個月 delay了半個月 八個月 你說移到那裡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不要以為他是從醫院換到醫院 他是從北隆的醫院 移到台中監獄 而在法律上 多少去咒罵 辱罵陳水扁的人 根本沒有看完那些審判的過程 不管講換法官那些程序不正義 就算實質審判的裡面 他那時候四大案幾乎都無罪 唯一一個辦案有罪的 他的構地案 還是有教唆偽證的問題 而且判的那個人 就是判郭夭奇那個 不按證據審判的同一個法官 所以在法律上 陳水扁有貪污嗎 還是馬英九有貪污 馬英九身邊從辦公室主任 到他的愛將 到他的秘書長 每個都貪污 結果貪污都判無罪 林毅士貪污無罪 你接受嗎 賴樹如貪污無罪 你接受嗎 他們這貪污都沒有事 都是親講 包含卓伯仲 那在政治上來講 我們一直在講 這包含藍營 連郝龍明都這樣說了 德國中三 你要看待陳水扁後面代表的那個民意 他有六百多萬票支持出來 你不能這樣去侮辱一個 這麼多民意代表的人 你現在給他想像 我想像阿扁 他怎麼能夠接受自己尿褲子嗎 陳水扁怎麼能接受自己尿褲子嗎 他今年幾歲 六十三 六十三歲 六十三歲 你看到這是他的所謂的病情的演變 這是一百年的時候 今年已經是一百零三年了 一百年的一月十九號 等於是在三年前的時候 心臟不適介護就醫 到一百零一年 林口腸根醫院進行心臟還有攝護腺檢查 我們一直看到整個時間裡頭 他到薯陶進行報告 腦部七到八塊處有小中風 細微的神經損傷 急性的攝護腺炎 這個時候已經看到 有一些重度憂鬱症出現了 然後呢 從薯陶轉院到北融 這是一百零一年的九月二十一號 這時候北融證實有八大症狀 重度憂鬱 高血壓合併 微小血管的病變 還有老化 退化性腦病變 以及睡眠呼吸中止症 潔霸性語言障礙 攝護腺肥大 發炎 還有的泌尿道感染 一直到一百零二年的二月十二號 監察院公布了 有黃黃雄公布的影像 他的走路 這個就是當時 有幾個醫師所合成的一個 專案小組裡頭 發現他走路亮腔 手抖十秒三十次 口疾非常嚴重 這時候到一百零二年四月十九號 從北融送到了中間的裴德醫院 一直到最近容總的開刀治療 他的呼吸中止症 一百零三年 在這個今年的一月二號 六天跌六次 右腳骨折蜂窩性組織炎 我想請教柯醫師 您怎麼面對別人的問題 甚至怎麼面對 你在當選之後 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要面對馬英九總統 這個國家元首 我們先來看BC啊 聽說現在馬英九已經 逃到了這個阿里山 即使你逃到阿里山 你還是要把真相叫出來 對 台大醫師柯文哲激情演說 二十五萬白山軍熱血激昂 為陸軍下市洪仲秋討公道 鄧哲聚聚重擊 大快人心 其實他每次開口必有驚人之語 你總統應該是國家安定的力量 結果你現在是 變成那個八連黨聯繫機的導播 每天不只寶波還自己跳下去 當第一線演員 他最新支持度是9.2 對不對 我說那個是新九二共識 台灣人民的共識 炮口對主馬總統說的有夠毒 總統引爆九月戰爭 各種陰謀論四起 馬鬥王暗潮汹湧 到了柯文哲眼中 卻成了這副模樣 光感院長對上柏角總統 柯氏風格 儘管翹辣卻總是一針見血 隨著柯文哲一腳踏入政壇 給你之間政治味越來越濃 為什麼一定要加入民進黨 為什麼要把事實趕進籠子 讓他去選擇一個必敗的東西 嚴肅的政治圈成了動物園 民進黨是牢籠也是維邦 前後任主席蘇貞昌 蔡英文則變成了兩個太陽 柯宇陸在政治界掀起金陶駭浪 而他的老婆陳佩琪 也曾為了挺身護膚 讓人見識到原來柯文哲背後的女人 同樣擁有長暗性格 什麼時代的醫界是這個樣子 什麼時代的監察院是這個樣子 什麼時代的法院是這個樣子 他們突然下巴縮回去 眼睛就眼皮都打開了 就是他想到說 這個犀利人妻 不是只有控訴小三用的 就算是柯大炮遇上老婆就沒轍 柯文哲至少是PTT一族 但無論從醫參政 陳佩琪義無反顧 背後默默支持 如果你要回來的話沒有關係 沒有工作的話我賺錢養你 成為柯文哲人生交叉路上 最堅定也最溫柔的力量 菲師傅我想請教 你一旦當選之後 甚至在這個競選過程中 怎麼面對貶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倒覺得是這樣 常常我個人認為 扁難是台灣歷史的不幸 它不應該發生 不應該搞成這個樣子 好吧 現在已經搞成這個樣子了 應該這樣想是說 怎麼做會對台灣社會更好 所以我以前常常批評馬英九就是說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其實這句話是對的 因為作戰的位置上 是為那個位置負責 你當台灣總統應該想的是 怎麼做台灣社會更好 你把阿扁弄死在獄中 補合台灣社會最大利益 這個已經兩年前我就講過了 因為是這樣 作為醫學的專家 我都可以預測他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